这颗金挡子一百没人要 一波操作之后 它能变成六百都要强的货 品种还可以 看起来很有食欲 但毕竟是个价钱苗 价值少了一半 想变了之前要给它换个大盆 可以养得更大 少动根的情况下 不用缓苗 直接进入加速生长阶段 这样的造型哪个二哥会买它呢? 除了我 直接一剪煤吧 那是不可能的 点个赞来看看这波神奇的操作 枝压处做两个环波 让一个高压包直接变三颗 除了最下面的枝 枝上面的可都是原神母树 刮干净树皮包上捡来的塑料布 下面用铝线固定 直接加上两斤土 我不是炫耀土多 是土越多根系越发达 一定要做好固定 等浇上水会变得很重 发现一个枝条 劈开了很大的口子 自带伤口愈合的树枝 容易插活 修剪一下 摘掉大部分叶子插在盆里 进档子扦插有点浪费表情 生根时间长 存活率还不高 还是继续高压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压包 在高压的基础上再做高压 而且这个高压包是一次环拨三个枝条 你觉得水分还能供得上吗 同样加上两斤土 像包粽子一样包起来 高压包需要戳几个洞浇水漏水 这样就完了那就太没意思了 上面继续高压 十年近起码还能高压五个八个 我没那么贪心 只做了三个包 看到这里你能算得出来 这一颗能变几颗呢 剪下的枝条都给它插回去 活不活看天意 果子留一个就可以了 这个品种的光泽度确实是要亮很多 培育原生苗还是值得的 想要的在评论区打个1 高压包上留好孔 花洒浇水就很方便 你猜猜高压包多久浇一次水呢 点赞收藏看后续 我是李湘璐 我们明天再见